你怎么挑啊 这个不行这太便宜了 这还便宜 我攒了那么多的钱 就为了挑一个好点的 也不让他喜欢 你问他 他喜欢什么颜色 我这不问你们的吗 这不让你们帮我出主意的吗 我还能 你真的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们不上学 今天是周日 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 小剑哥 是易东东 他要给晓晓挑生日 礼物 那你可得好好挑挑 要不然 他可不会灵情 小剑哥 小剑哥 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先走了 只要是有他一把就好了 那一段什么呀 这样咋呀 找东西 小小 你爸妈呢 她们说爱给我们添添 多个空间 那你爸妈很懂嘛 你们先吃着 我出去一下 小小 你怎么了 我们自己吃蛋糕 小小好像不太开心啊 估计是因为小剑哥没来吧 也是 你都不知道 其实马晓晓特别在乎 小剑哥有没有陪他过生日 之前他们冷战的时候 小剑哥都会过来 跟我们一起陪他过生日 今年怎么没出现啊 他们为什么冷战 我不清楚 好像是从小剑哥 开始跟社会上的人玩 我记得有一次 他们大吵了一架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天我姐回来 一句话都没说 还把他和小剑哥的合照撕了 后来孙孙不是要做大家相册吗 我姐照片也少 我就把我姐这半给捡起来了 可是小剑哥那半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 你姐那半好像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估计也都死得死气歪烂了吧 像小剑打人一样的 我还想这儿 好 我回家问一下书 好好 吃蛋糕的时候叫我 来 有好戏看了啊 奶奶 哎 晓晓啊 生日过完了 还没呢 小剑哪 又不回家了 晓晓 生日快乐 好 谢谢奶奶 嗯 那我先去了 好好好 去吧 晓晓 你怎么出来了 我回家拿个东西 正好你也出来了 就想等你一起回家 走吧 晓晓 晓晓 你 你冷不冷 冷冷是你吧 行了 走吧 别真着凉了 晓晓 你又干吗呀 我想祝你 生日快乐 晓晓 生日快乐 拿着吧 拿着吧 这不是你最爱的 迪更司吗 谢谢 可是我已经有这本书了 没关系啊 这个是最新的翻译版本 你可以对比实看 诶 peers 车里是什么呀 没有东西啊 我都看一下了 去吧 去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皮毛 你这毛也太丑了吧 窥头土脸了 不会啊 我觉得挺可爱的 真的吗 这是买给你的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